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春我们又见面了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非常开心这次以梅森马吉拉相分代言人的身份 跟大家相聚在三亚 所以我其实想问你就是在三亚 然后这样一个场合你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吗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记忆中的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场景 是今天的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感觉就是比较的放松 然后是马吉拉的这样的一个起航仪式 这次主要是为这个航行物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之前可能更多分享像慵懒周末这样的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 但因为现在到夏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觉得比较适合来使用这样的一款香味 因为它也是非常的有一种淡淡的海风的感觉 除了它的颜色是这种淡蓝色的之外呢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本身的香气 会带给你一种夏天的海风的一种记忆感 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你无论是你的演出 还是你的这个穿衣时尚风格都自成一格 然后有自己的特点 想问你就是今天的就是这个 马吉拉这身你为什么选择了它 然后呢你平常像你这样的装扮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香分来搭配呢 我今天其实穿的比较的就是舒适一点 那今天其实因为是一个起航的仪式 又是配合这个航行物语这一款淡蓝色的 然后蓝白相间的 所以我今天其实着装上面也是大概的一个颜色的搭配 另外一个就是我今天其实也使用了航行物语这一款香水 给我自己包括给大家也是一种比较明亮轻松的感觉 马吉拉其实都在复刻一种记忆啊 你怎么看待这种对记忆的这种复刻 你自己眼中的经典和流行都分别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就是它是用调香去唤醒你大脑当中的一些记忆 或者是一些美好的时刻 我觉得如果说到经典的话呢 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私密的 非常存留在你心中的一些记忆 那我就说到流行的话 我觉得很多的流行其实是源自于经典 是来自于经典 但是它有一个重塑的过程 就像我们的这个复刻的这样的一个香味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它们的关系是 是融合在一起的 但是又有一些不同的区别 其实在这么多这个马吉拉的复刻的香氛中 有哪一款香氛会让你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如果要说到我个人的最喜好 那我觉得当然是慵懒周末 但如果是说到夏季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可以去尝试这个航行物语 因为它确实会带给你一种海风啊 沙滩啊这样的一些感觉 也带给你一种夏季的一种 比较明亮的一种记忆 你现在走到哪儿 大家都能认出你是李宇春 但是如果你能设想一个地方就是你去 然后没有人认识你 在这样一个地方旅行 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我会出去走一走 就像今天的这样的来到这边的感觉 可能会选择我今天这样的一种 比较轻松一点的装扮 然后可能我就出去散散步啊 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一种 就是释放压力的方式 其实这个就是今天这个Sailing Day 对这个航行物语它的味道 然后呢它其实又有清新 然后又有一些盐 整个让你感觉到就是夏日的回忆 嗯 就是像你说的这种 其实我们到现在已经到达一个尾声了 我也特别感谢你跟我分享你的Lazy Sunday Morning 或者你的旅行回忆 然后也特别感谢你跟我一起书写 马吉拉的三亚航海日记 期待下次再见面 期待 谢谢你 嗯